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分子 均对他不以为然 颇为不满 雍正六年 偌大的雍正王朝出现了一件歧视 那便是曾敬案 那么在这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维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雍正不杀的秀才 一 曾敬投书 月中旗 是雍正最为倚重的汉人将领之一 在雍正的重现下 月中旗富贵无边 拥有无数豪宅 同仆上千 可谓是位籍人臣 然而即便如此 月中旗的心里 却一直有一个隐忧 那就是他的身份 月中旗是南宋名将月飞之后 而月飞的死对头 正是满洲族的祖先 女真人 因此很多满洲人经常弹劾月中旗 说他是月飞之后 必将为宋名而复仇 这一点不仅月中旗知道 雍正也知道 虽然雍正表面上对他抚慰有加 但是这个阴沉皇帝心里到底想着什么 谁也不知道 因此 月中旗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高压的环境之下 早在1727年8月4日 月中旗正领兵坐镇成都府 当天正午 突然有个男子在大街上狂奔 边跑还边喊 月公爷 帅穿闪兵定要烦啦 这下子可把月中旗吓得不轻 他赶紧上书雍正 要求卸取自己的职务 去当个普通的平民 然而雍正却回信 这几年来 受到诋毁你的棒叔已经够多了 我认为这都是荒唐被谬之意 我不会相信的 结果 月中旗刚刚平静下来 还没有一年 他再次收到一封信 信的主人名叫夏亮 信中说 月中旗乃是岳飞之后 应该诚实反叛 为宋明复仇 收到信后 月中旗吓得面如土色 这封信的言论是如此大胆和反动 要是真被此事所牵连 别说什么荣华富贵了 自己的人头都要不保 况且雍正耳目众多 若不提早将此事公之于皇帝 麻烦就大了 一方面 月中旗将投书的书生张桌抓了起来 要他交代作为幕后主使的夏靖到底是谁 另一方面 月中旗立即将逆书承报给雍正 以示自己的忠诚 二 雍正落泪 很快 雍正便收到了月中旗飞马寄送而来的逆书 当他看到夏靖骂自己时 靖被气哭了 很显然 这封逆书给他心灵的伤害是很大的 自雍正继位以来 其质疑一声就不断 众所周知 康熙曾立印人为太子 然而随着实践的推移 父子俩失和 导致太子二度被废 因此 康熙的九位皇子 皆参与到夺敌的斗争之中 后来 康熙不得不采用秘密立储的方式 将皇四人选藏在匣子之内 等康熙去世后再打开 结果显示 康熙将皇位传给了四子 隐真 也就是雍正 作为第四子 从敌数关系上看 雍正不是敌子 也不是长子 年龄高不成 低不就 从才能上看 雍正的才能固然出众 但他的兄弟们也不差 从受宠的程度上看 雍正也不比十四王爷好的哪去 因此 当雍正继位后 他的兄弟们皆为不满 但在雍正心中 自己的皇位是名正言顺的 然而在社会上 八王的于党 一直在散播对雍正不利的消息 雍正的母亲乌雅士 一向就不喜欢这个儿子 雍正称帝后 他并不是很高明 更巧的是 乌雅士竟然死在了雍正元年 对此 八爷于党就说 雍正不仅谋父 还把亲生母亲给害了 除了母亲去世 雍正的子女似乎也受到了报应 他的后妃生有九子四女 其中四女六子伤势 对于雍正来说 他的舆论环境是相当被动的 首先 清朝以小族临大族 入关之后杀戮击重 建国之后 也有着严酷的民族压迫 因此 在合法性上 清朝是不足的 其次 对于雍正本人来说 他一直面临着上述合法性问题 而月中旗所收到的逆书 几乎从根本上 否定了雍正继位的合法性 夏靖不仅给雍正 扣上了昏庸无能 刻薄残忍的罪名 还说他违背人伦 大逆不道 完全是对他的全盘否定 因此可以说 月中旗的逆书 崩断了雍正心中最后一根弦 雍正冷静下来后 立即命令月中旗 赶紧查出幕后的主使 为了获得口供 月中旗对张桌进行了严心拷打 然而张桌嘴硬 一句话也不肯透露 这让月中旗头疼不已 月中旗毕竟是足智多谋的速将 他见硬的不行 于是就来软的 月中旗将张桌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然后召唤此人到达官署 还给他奉上了一碗茶 月中旗对张桌温言道 对于你和你老师下敬的观点 我很是赞同 但是皇帝耳目众多 所以不得不对你严刑拷打 否则我自己也不保 如今耳目已经被我病除 你可以跟我说实话了 一开始张桌还有所提防 不肯说出夏静究竟是什么人 然而张桌毕竟只是个书生 社会经验不足 特别是当他听到月中旗痛哭流涕 说自己对天发誓 不会泄露半句之时 终于泄去了新房 张桌说 夏静的真名叫曾静 家住湖南永兴县蒲潭村 和他一起谋反的还有三人 这三人均精于兵略和火器 如获至宝的月中旗 赶紧给皇帝写了一封秘辙 将曾静之事原原本本地道出了 横海 作为罪魁祸首的曾静 便被带到了北京 勘压了起来 换作其他皇帝 即使是再仁慈的君主 曾静也将被满门抄斩 然而 以残酷而闻名的雍正 却不准备伤害他 不仅如此 竟然还要和这名重犯 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辩论赛 雍正生来就喜欢辩论 他既对曾静的攻击表示震惊 同时又感到庆幸 将问题暴露出来 反而更好 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洗刷朝野上下对他的议论 于是 史无前例的 皇帝与谋反者的辩论赛开始了 辩论赛的第一步 是让曾静重新端正认识 让他见识一下 雍正是如何工作的 让他审各省发来的奏报 这些文件里面都写有雍正篇幅极长的批示 看了皇帝的批阅 曾静明白了 看来雍正确实不是保时中日 无所事事的皇帝 随后 雍正又将自己批阅的刑事案件文本 交给曾静阅读 在这些案子中 到处都写有雍正一丝不苟的批示 随后 雍正又以书面行事 不断敲打曾静 他以批评曾静最崇拜的导师 吕刘良入手 要彻底诛了曾静的心 雍正见曾静忏悔 于是法外开恩 赦免了曾静和他的弟子张桌的死刑 与此同时 雍正还将自己的辩驳 写成了一本旷世奇书 《大义绝迷路》 这种书 系统性地批驳了 曾静对自己的指控 其实 相比于身体犯罪 雍正更加关注 汉人心灵的反抗 在雍正的推波助拦之下 自康熙以来的文字语 变得更加猛烈 到了乾隆时期 更是达到了顶峰 五 曾静之死 1735年10月8日 雍正因服食丹药过量 不幸病亡 临终前 雍正一直强调 必须要留曾静一命 谁知 其子乾隆继位后 事情却出现了 峰回路转的变化 乾隆继位后不久 便下令 将在全国四处现身说法的曾静和张桌抓捕归案 12月10日 乾隆发出命令 到了12月29日 曾静和张桌就被逮捕归案 随后就被处于死刑 乾隆继位之后 便更改雍正的遗嘱 在当时 可谓是有为孝道的 然而乾隆为何要这么做呢 在乾隆这个超级独裁者看来 根本不需要和臣民辩驳什么 皇帝说的话 臣民们听着就行了 大意绝迷路 好像是在给雍正身变 事实所造成的效果 反而是预盖弥彰 因此 雍正非但没能洗刷自己的恶名 反而让自己名声变得更臭 加之 他本身就得罪了有文化的利益集团 故而成为名声最差的清朝皇帝之一 一直到雍正王朝的播出 人们才真正认识到 雍正很多中国人 都是非常相信算命的 古代的大街上 到处都是算命先生 他们从一个人的面相上 就能够看出 他最近有什么喜事或是祸事 从生辰八字 就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命格 古代人要是命格不好的话 那么是会被周围人所忌讳的 大户人家还要将其送出去养 如果命格好的话 那么从小就要被捧在手心里面养 历史上 乾隆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命格 据说当年乾隆外出游玩的时候 看到路边有一个算命先生 于是就将自己的生辰八字报给了他 没想到先生看完之后 惊呼不已 自知命不久矣 结果就在当天 算命先生一命呜呼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围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乾隆与算命先生的故事 偶遇神算子 话说有一年乾隆微服私访 在集市偶遇一算命先生 眼见这位算命先生的周围 围满了要找他求挂的人 这位算命的在人群中一脸自信地说道 各位各位 我神算子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前小过去 后看未来 如果给诸位算命测字 哪样不准 一缕分文不收 只见男人从盒子里抽出一个字 他只看一眼就能算出这个人的前程 他告诉男人 这个棋可作围棋 象棋之解 他推测男人家中人口日渐凋零 再一看男人帽子 断定男人是当兵的 便告诉男人 当兵在本地则行不通 去外地可纵横 比留在本地好 男人大喜过望 说自己到了外地就转大运了 谁知算命先生笑着摇头说 想多了 族只能一步一步走 不可能一步蹬天的 但是去外地 肯定比留在本地有前途 看他说的头头是道 旁边一个书生 也抽出一个银子 想算算自己今年的相识 算命先生说 国内艺人 金科是一定得中首名啊 书生一下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连连道谢 见状 另一个书生也要测这个字 测的也是相识结果 不料算命先生摇摇头说 他恐怕要名落孙山了 书生不解 为何同一个字 结果会大相径庭 算命先生告诉他 因为前一个是出于无心 后一个是出于有心 因 有心为恩 要书生反宽心 金科不重 恩科必重 正说着 一根小棍处在了那个银子上 只听有人说 他也就这个银子问问运气 算命先生一脸同情地说 兄弟啊 你这不小倒霉蛋吗 因 加上你这根棍 就变成了困 你又缺了只眼睛 就成了木字旁困窖的困 今晚 你恐怕睡不了安稳觉咯 正说着 两个骂骂咧咧的女人挤进人群 俩人 一人一边揪着独眼男人的耳朵 把她拽出人群 一边走还一边吵 问她今晚到底跟谁共度凉宵 正人一看 哈哈大笑 直夸算命先生太灵 乾隆算卦 此刻 公费旅游的乾隆也钻在人群中 看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刚想让先生给自己也算一个 旁边一个大叔抢先发话 说自己想批个八字 一抱八字 乾隆一惊 竟跟自己同年同月 同日同时 算命先生问了问大叔的出生所在地 直言快乐 说这大叔是天生的劳碌命 活没少干 但最后半点好也捞不着 果真啊 大叔辛辛苦苦半辈子 攒了点钱 娶了个漂亮媳妇 他都不自觉吞口水 再问乾隆名字 乾隆只说自己是北京来的 叫高天赐 接着顺手抽了一字 算命先生接过来 指团不慎掉落 捡起来一瞧 面色凝重 放下连杖 说这是自己今天的最后一挂 让众人都散了吧 正巧这时 算命先生的女儿来给他送饭 算命先生一见 拉过女儿叮嘱让他回家 告诉妈妈 赶紧给自己买棺材板 说完 这算命先生忙让乾隆上座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就拜见皇上 乾隆见他料事如神 只是有一事不明 为何这先生一见到自己 就让闺女回家准备后事呢 原来算命先生天生命博 皇上的福气承受不住 可谓是一见天子言 马上命归西 乾隆听了这话 当场下令 封他为永不归西的活神仙 想着自己一身龙气 总能跟阎王爷强强人 让他以后常伴自己左右 时时看着他 便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就这样 算命先生被乾隆收入麾下 算命先生允命 随后 乾隆带算命先生去吃包子 两龙蟹黄汤包摆在龙屉里 皮薄馅大 晶莹剔透 看着十分诱人 就在这时 隔壁桌坐下几个人 色眯眯地看着一旁的姑娘 算命先生给乾隆介绍说 其中那俩是当地知府的儿子 这知府平日里磕收杂碎 鱼肉相邻 乾隆一听 便知道 这又是一个借着山高皇帝远 敛财的狗官 那人盯了人家姑娘半天 按捺不住 走上前想将人家姑娘带回府去 姑娘也是个小辣椒 横眉冷对 世子不从 眼见几个人打算抢抢民女 乾隆当即挺身而出 对方一看 你算哪根葱 敢拦我 态度更为嚣张 当场就要动手 还不带乾隆出手 那女子自己先反击了三两下 就将几人收拾了 乾隆在旁边连连叫好 几人恼羞成怒 将矛头转向乾隆 说着就要把这乾隆 给锁回衙门去 只见一人贼眉鼠目 甩着锁链走上前 乾隆也不闪躲 任由那人将锁链套上自己的脖子 他是纹丝不动 稳如泰山 那人使出吃奶的劲 乾隆骤然泄力 对方措手不及 连人带锁链一起扑向饭桌 这下可谓是释放开战的信号 双方立马动起手来 算命先生看这场面都愁死了 这动不动就打架 心想跟在乾隆身边 岂不是死得更快 乾隆凭借一人之力 将那些小喽啰打得是落花流水 这下那知府儿子的老师不干了 跳出来要向乾隆讨教几招 这个男人真有种 竟敢当街挑衅乾隆爷 乾隆爷气定神闲 对面的男人刚摆好架势 一个小胖子跳了出来 这胖子是知府的儿子 也是这个男人的学生 他鼻孔朝天 自信非凡 扬言用不着师父动手 自己就能收拾乾隆 只能说这小子还是太年轻 只见这胖子撸起袖子 深吸一口气 提拳就向乾隆砸去 乾隆收拾他 还不敢玩似的 三两下就戏耍的胖子坐在地上喊妈妈 他的老师大胡子健壮 亲自上前给自己学生找场子 二人从店内打到阳台 之前的小喽啰 拿着锁链就打算偷袭乾隆 不曾想 偷击不成十八米 直接将大胡子给放翻了 这一下 对面全扑上来了 打得是山河变色 日月无光 店里桌椅横飞 客人四散奔逃 乾隆心知 不可恋战 被胖子调戏的姑娘 也颇有些伸手 暗中帮助乾隆 将这伙人一一制服 虽说乾隆的水平 收拾这伙人绰绰有余 但大臣鄂荣安 还是不放心 一只穿云剑 前军万马来相见 将大胡子一行人抓了起来 这场风波平息 众人都放下心来 算命先生提出 要去将自己小摊的帐篷放下来 此时 见小摊就在店门口 乾隆欣然答应 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 哪知 这算命先生 刚出去放下支帐篷的竹竿 打斗中 掉在顶棚的铁球 啪啪就砸了下来 算命先生当场一命呜呼 乾隆忙上前去 却只见先生身边一封信 拿起一看 正是遗书 乾隆封他永不归西 没想到他归了东了 阎王要人三经死 谁敢留人到五经啊 要不是乾隆一时兴起 封他个活神仙 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